好另外第一选区先议员候选人登记6号的许子方 在花莲市区扫街拜票 恳请乡亲能够来支持 那么许子方表示最后三天冲刺 希望乡亲能够继续支持他 让他留在议会 选举的日子逐渐逼近 各候选人积极寻求支持 第一选区候选人6号许子方 近日就在花莲市区发传单忙着拜票 许子方议员表示 关怀做事团体社会福利 富幼政策是他这两年当四年用 就是希望能够服务乡亲 创造更好的花莲 只剩下三天的黄金时期 子方在这边也恳请大家 继续支持子方留在议会 为大家来发声当乡亲的麦克风 那子方在政界里头呢 都比较琢磨是在于富幼议题 还有社会福利部分 那在这儿呢 也是要留在议会才能为大家来发声 可以让6号的许子方留在议会 争取更多的政策福利 为大家来打拼 那11月26号礼拜六 拜托大家 也恳请大家支持票投给6号许子方 许子方坚定而且非常愿意 持续的努力向前走 请听民意担任乡亲的麦克风 许子方期待乡亲能够继续的支持 与他一起牵手 一起为花莲打拼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幸福延续踏实前进 因为他对这片土地有使命感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